弟兄姐妹平安 距离耶稣受难与复活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从最后一周进入耶路撒冷以后 耶稣的一言一行 对于我们一生的影响可谓至关重大 今天就让我们来思想耶稣讲的一粒麦子的比喻 以及他所带出来的有关生命的服饰 我们也用这篇信息特别纪念安息主怀的岩牧师 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耶稣说 神主的福岗十六号 我实在来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除过来 能救死一粒 若是死了 就却去寻找寂寞 爱惜自己生命的 救世上生命 在这世上恨无自喜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当无生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认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务必赠送他 我分三段来讲一讲一粒麦子的比喻 还有让主来掌管生命 还有走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先来看这段比喻 耶稣说 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耶稣究竟在哪种情况下 讲了那句 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这就要看前面 一到二十二节的重点内容 月节前六日 耶稣来到伯大尼 他行神迹使复活的拉撒路 也在那里 许多犹太人知道 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 也是要看他从死里 所复活的拉撒路 但即使长商议 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因有好些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回去信了耶稣 第二天 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 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 喊着说 荷山啊荷山啊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 是应当称颂的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 有几个犀利旅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菲利 求他说 我们愿意见耶稣 安德雷同菲利去告诉耶稣 这里菲利他是希腊名字 然后耶稣就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什么意思呢 耶稣并没有直接回应 这些外邦人的请求 时候 在约翰福音里已经出现过五次 但每次都是说时候未到 只有这次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人子得荣耀 指的就是第四首仆人之歌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所讲的 所以我要使他与卫大的同分 与强盛的均分卤物 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他也被累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因为人子耶稣为罪人代死 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被高举 借着他的死和复活 耶稣把大批的外邦人 带进他的圣约群体里 耶稣带进外邦人需要一些解释 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使徒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应心的 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经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这位救主就是耶稣基督 从前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圣约之民 也就是犹太人之外 弥赛亚被应心的以色列人弃绝 在他为罪人代死 从死里复活之后 一些外邦人将会被带进神的国度 当西里尼人来过节做礼拜 并且来找耶稣 这在耶稣看来是一种信号 是他受难受死的时刻 已经开始来临的一种信号 因为他被以色列人弃绝 但外邦人却来找他 根据第四首仆人之歌 耶稣的死本身就是耶稣的荣耀 至高的彰显 所以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然后耶稣就讲了一粒麦子的比喻 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一粒麦子 a grain of wheat 掉落地上 埋了死了 然后被浇灌 发芽生长 就会结出许多子粒 就是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也是生命的转化和更新 因为连着二十三节 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 这说明了耶稣得着荣耀 是因着他的死 这也就是菲律比书二章六到九节 所说的 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经文 既有人能要死 就自己卑微 存心圣服以致以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成为之后 由此便把他做 一粒麦种的死 是结出更丰硕子粒的开端 耶稣的死也照样得到丰硕的收成 巴勒斯坦盛产大麦小麦 这是小麦 耶稣讲的一粒麦子的比喻 想必门徒都听得懂 一粒麦子承载的使命就是进入土壤 生根发芽 然后成长开花 最后结出许多粒麦子 如果我们顾惜这一粒麦子 不舍得把它放进土里 那么这粒麦子必将在岁月里消失 了无痕迹 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是麦种 所以绵延不断必须的条件 如果特别应用在耶稣身上 也会在略微不同的方式上 适用于所有跟随耶稣的人的身上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个不一样的富二代 伯德恩 威伦·伯德 1887到1913 他生在美国芝加哥 父亲是成功的企业家 他们全家都在著名的 目的纪念教会聚会 在信仰上奠定坚固的基础 伯德恩就读耶鲁大学期间 父亲突然去世 他继承了庞大的遗产 成为一位年轻富豪 但他从不炫耀财富 反倒是更加爱惜光阴 积极带领同学归主 在学业和侍奉两方面都很出色 是众人心目中的模范青年 叠入大学毕业后 伯德恩就进入 Princeton神学院就读 并且申请加入 中国内地会成为宣教士 特别是向西北地区的 回民传福音 1913年初 伯德恩来到埃及的开罗 在阿兹阿兹学习阿拉伯文 不料突然于三月间 迷患脑膜炎不久病逝 只有25岁 在他死后 人们发现他曾经在 自己圣经空白处 写下三句话 不保留 不退缩 不后悔 对于不保留 no reserve 对一个年轻富豪而言 比平常人更难做到不保留 不退缩 no retreat 对于一个选择 高难度地区的宣教士而言 不退缩的挑战 特别巨大 不后悔 no regrets 对于一个目标确定 却无法达成的 耶稣跟随者而言 不后悔 是多么伟大的信心宣告 博德恩的三步 为立志伟生于基督的信徒 树立标杆 他的猝死 感动了许多年轻人 踏上宣教的道路 其中以美国青年海春生 George Harris 他的蒙昭最为特别 就在博德恩三周年 世事纪念的聚会时候 纽约博德恩母亲的住所 有祷告的聚集 他们求神唤起青年们 可以去完成博德恩的领受 对牧民宣教的使命 就在同一天晚上 芝加哥墓地神学院的祷告会上 神奇妙地将海春生的志向 由尼日利亚的卡诺 转向了中国的甘肃 那里有三百万的回民 也就是牧民 为聆听福音 海春生毕业之后 向中国内地会提出申请 后来成长为向穆斯林 传福音的专家 收到博德恩25万的捐款以后 内地会遵照博德恩的遗志 在回民聚集的重镇 甘肃南州 设中国西北第一家医院 博德恩福音医院 现在是南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 和博德恩同年出生的年轻人 苏格兰人金品山 George Edwin King 金品山的父亲是 内地会早期的宣教士 他是在陕西汉水一条船上出生 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 后来受感动 重返中国行医宣教 这个就是第二南州第二人民医院的图 在第二段 我会继续讲金品山的时机 从博德恩的身上 我们可以确实地体会 落实耶稣所讲的比喻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当然 并不是说 跟随耶稣的人都必须得死 才能带来生命的影响力 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 都受到教会的牧长同工 弟兄姐妹的影响 严牧师十三年前来到六家 开始阿瓦娜儿童事工 在孩童和家长当中 推动宣教不遗余力 还栽培了好多同工 我们纪念他的忠心和爱心 他已经惜了劳苦 但儿童事工 将会由同工继续传承下去 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这粒麦子也可以是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总是顾惜自己 害怕付出 不愿意带来任何影响力 那么我们就像那不落在地里的 一粒麦子一样 它承载的使命 埋在土里 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就无法完成 它只不过仅仅是一粒麦子而已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第二段 让主来掌管生命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上生命 在这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我先和大家介绍一个名词 叫做Paradox A statement that seems to go against common sense but may still be true 是指那圣经中 就是说一段叙述 看起来似乎有为常理 但可能还是对的 圣经中的Paradox 是指那些表面看起来不合逻辑 不合常理 没有可能的 但实际上 却蕴藏着内在的神的智慧 真理 荣耀和大能 Paradox中文 常翻译作悖论 我们先来看摩西的故事 他的一生 可以平均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在埃及王公 学习埃及人的学问四十年 第二 在米甸旷野为岳父牧羊四十年 第三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旷野漂流四十年 在摩西最风光 最英姿煞爽的四十岁 神没用他 而是带他逃离埃及 到了旷野的米甸牧羊 在他八十岁的时候 耶和华的侍者 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 要差遣他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时候摩西 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牧羊老翁 面对羊群四十年 早已经啄口奔舌 然而 就在摩西风竹残年的时候 神却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吗 但圣经告诉我们 摩西的确用那一杆放羊的帐 带领以色列男女老幼 至少两百万人 浩浩荡荡出埃及 摩西的故事就引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paradox 表面看起来不合逻辑 但其中蕴含着神的智慧 二十五节正是这样 是非而是的道理 还有马可福音十章 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愿为大的要先为小 也是一样 二十五节不容易解释 我就引用神学家 D.A. Carson的注释 这就是参照注释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 神至高无上的主权 将自己提高到一个人 思想的最高点 那就是所有罪恶的核心 这样的人失去他的生命 即导致自己的魅亡 D.A. Carson这样的解释 我们就知道这里的生命 指的是属灵的生命 相对之下 恨恶自己生命的人 这个人就否定自己 就是选择不去迎合自己的利益 在他生命最深的层面上 拒绝以自己作为关注 以思想的焦点 借此而死 爱与恨 只是相对比较的说法 凡爱自己过于爱神的 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 凡爱神过于爱自己的 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这里我们看到有两极的对比 就是世上 就是现今邪恶的世界 对应永生 永远生命的福分 然后现今邪恶的世界 它的特质是 悖逆死亡审判 而生命的福分 它的特质是 有神的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一章四节 还有信主的人得永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五节的平行经文 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训 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上吊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 就必救了生命 在他之前的三十四节是这么说的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也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讲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也就是说门徒必须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有一句名言 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 他是叫他来死 意思是被呼召的人的救人和主同定十字架 在主耶稣基督的宣召下 致死老我的救生命 埋葬一切的邪情私欲 或许有人会问 我有邪情私欲吗 我们来看一下扫罗王的故事 扫罗本职不是一个坏人 他是神所高谋的第一位以色列王 是被神所看中的器皿 神本来要使用他成为一名大有作为的君王 但最后他被神厌弃 护刀而死 我们从撒末尔记上 我们可以知道他本来很谦卑 但慢慢地骄傲起来 不听神的话 不将荣耀归给神 又因为嫉妒大卫追杀他十年 私欲膨胀就会远离神 最后他甚至交诡 被神厌弃 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说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私欲既怀的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 就生出死来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讲完信徒 因信称义成圣的途径以后 就如此地劝勉信徒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因此在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需要被圣灵更新 被神魔造 接受各样的栽培造就 才能合乎主用将全人献上 我鼓励大家参加NLT的培训 我也在网上旁听 内容是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自己的属灵生命 就会发现 骄傲嫉妒 贪图 虚荣等等 邪情私欲 都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旧生命里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必须先破裂外壳 才有机会接触土壤 长出新芽 像骄傲 嫉妒 贪图 虚荣等等 都是妨碍我们在主里 继续成长的外壳 主耶稣已经指示我们怎样 突破那个外壳 做个能杰出子力的基督徒 就是要落在地里死了 把自己完全放在主的手中 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 讲一下摩西的事迹 摩西在埃及王宫 学习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但四十岁的时候 他骄傲地倚靠自己血气之勇 打死一个埃及人 于是逃亡米殿 试问这样的摩西神能用他吗 神把他带到米殿的旷野 牧养了 磨练了四十年 然后呼召他 圣经称他是为人极其谦和 胜过世上的众人 他不但肯落在地里 而且死了 也就是不但肯谦卑摆上自己 而且接受神的熬念 终于成为拯救以色列民族的 信心为人 下面我继续讲前一段提到的 在南州阶下筹备建立博德恩福音医院的苏格兰宣教室金平山的事迹 1918年博德恩福音医院 除了看病教学外 宣教室金平山和同工们 更不时到甘肃的偏远地区巡回治病 动手术传福音 1925年他在南州开办麻风病院 治病果效显著 有些麻风病人得到医治接受福音 就在黄河里受洗归入基督 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 各国领事馆为保护侨民安全宣布撤侨 金平山他就奉命率领全省宣教室和眷属 一共50人向沿海撤退 他分成八艘羊皮筏沿黄河顺流而下 经过曲折的核桃的水段 八艘船全部搁浅 金医师他就率众下船抢救 当他把最后一艘羊皮筏推向水深之处 终于体力不支被卷入漩涡中弥难 他生于汗水死于黄河 不到四十岁半生为中国 他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 他爱神过于爱自己的 得到了在主里永远的生命 我们也记念炎牧师 他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专心跟随主 以儿童事工为己任 但经节律扩展神的国度 他爱神爱人 保守生命到永生 下面我们讲最后一段 也是最后一节 走十字架的道路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务必尊重他 前面 耶稣讲了麦子落在地里 死了的比喻之后 就提到 想要获得永远的生命 就要放下自我 以主为我们生命的焦点 然后这里说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这岂不是很明显 主耶稣要指示我们一条 服侍他的途径吗 耶稣说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而耶稣 他正走在通往十字架 与通往他的父的道路上 耶稣背定十字架 是他得荣耀的途径 那么信徒就当跟随他 走十字架的道路 像主耶稣一样 落在地里死了 而结出许多子力来 我们需要天天 倚靠圣灵行事 圣罪有利 才可以做成生命的服侍 以弗所述二章十节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会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神要我们行的善 是借着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长大 而显出的荣美形象 那就是生命的服侍 二十六节的末了 主耶稣给我们一句 奖励性的应许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能够得那万有之主的 父神的尊重 那喜乐与荣耀 将是何等的大呢 那么谁是必能得着 天赋尊重的人呢 就是那些 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却长出许多子力来的 像前面提到的 出师未竭生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金的伯德恩 还有行医宣教 壮志未酬的 清品三医生 以及献身儿童事工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岩牧师 还有一些 为了福音舍弃 世上的利益 甚至牺牲生命的 属灵前辈们 去年9月19日 是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 在西敏市举行 一路上吸引了很多政治领袖 和成千上百的民众 给予女皇最后的致敬 他是大布雷甸在位最长的君王 在葬礼讲信息的是 Canterbury的大主教 Justin Weilby 他说 许多领袖的模式 是在有生之年被高举 但死后却被遗忘 但是跟随主的人 不论在世有名或无名 被尊敬或被忽略 他们的死亡是通往荣耀之门 像我们敬爱的岩牧师就是 我们看两张图 这就是在西敏市举行的葬礼 这位就是Archbishop Canterbury的Archbishop Justin Weilby 女皇1953年继位 她服侍的基础是跟随耶稣基督 耶稣说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Justin Weilby说 在任何情况下 爱的服侍将会被爱戴和纪念 就像严牧师对孩童爱的服侍 将会被永久纪念 而依附权位和力量的会被长久遗忘 他也提到约翰福音14章6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他说 用英女皇给出的榜样不是她的权位和野心 而是她跟随的主 这位Canterbury的大主教说 基督徒的盼望是一些还没有被看见的某些期待 基督从死里复活 给予人今生丰盛的生命 以及永世和神在一起 永恒的生命 他说 我们都可以分享女皇的盼望 在有生之年服侍主 死后有盼望 这也是我们野牧师的盼望 当天有超过四亿的人 在网上观看女皇的葬礼 也听到了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信息 使徒保罗劝勉信徒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 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 他说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责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使徒保罗 他只要能活出上帝恩典的荣耀 每一次当我们选择 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 愿意勇敢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走在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上 那么我们正在进入 上帝荣耀的时刻里 我们是将今生与勇士连结在一起 因为一粒麦子的生命 乃是服侍上帝的生命 是要以生命影响生命 以生命传递生命的服侍 地带教会有无数的圣徒 是基督徒学习的榜样 就像我们敬爱的岩牧师 就是我们的好榜样 而在我们身边 也有好多弟兄姊妹 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 正在结出许多子力 荣耀主名 我做个总结 当西利尼人就是希腊人 要求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并且讲了一粒麦子的比喻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他告诉门徒 唯有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才是生命的服侍 会得到父神的尊重 今天讲到的主题 信徒该如何做成生命的服侍 信徒只有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才能以生命影响生命 做成生命的服侍 荣耀上帝 我们来做个反思 你我所领受的生命 是那为我们落在地里死了的 基督的生命 为什么你我竟不能多结此力 甚至成为多年以来 一直是仍旧是一粒的麦子呢 你我该如何突破呢 我们一起祷告 天上的父神 感谢赞美你救赎的红恩大爱 你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 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永不改变 求圣灵激励我们 学习颜牧师的榜样 专心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 那美好的章原牧师已经打过了 当好的路也已经跑进了 所信的道也已经守住了 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我们感恩也纪念他 也求父神亲自安慰师母和家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